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秩序的改變意味著什麼 中国抗疫从独善其身 到奸善天下 中国会否因新冠疫情 而成为全球领导者 中国能否抓住世界机遇 要抓住世界机遇 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中国在新世纪中的地位 李光耀跟唐云比 英雄所见是同还是不同 视频当时已经关注 天下当时已经首先 十万世界 欢迎回到视频当时 已经4月8号经过了 76天史无前例的封城之后 武汉终于解封 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全境 都开始朝着抗疫之前的 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当中 那与此同时 中国以外的全球范围 疫情似乎还在 持续的扩展以及深化当中 欧美地区已经变成了重灾区 非洲 印度则似乎才刚刚开始 实现你怎么看 这场大流行人类 与世纪病毒之间的惨烈之战 你觉得惨烈这两个字呢 你用我觉得非常贴切 但是我认为除了惨烈之外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险恶 就是我认为 目前正在发生战争 其实不止一场 是有两场同时 并行中的战争 你认为说除了 这新冠病毒之战之外 还有另外一场战役 一点没错 新冠病毒是人类跟 人类面对共同的一个病毒的战争 可是在另外一边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全球权力格局之战 或者全球领导权地位之战 国际权力格局 就是你经常所谓的 击兔权力之格局之战吗 因为你曾经说过 在新冠疫情之后 一个原来显而不歇的 这个击兔的格局 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是的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原来并不是太明显的 那么现在很明显是一个击兔 也就是说老二中国 跟老大美国之间的 全球博弈的大形势 那为什么你会说 这是一个世界领导权之战呢 这就要稍微看得更远一点了 好吧 我就不妨先介绍一篇 最近报道 CNBC最近有篇报道 它的题目 主标题叫做世纪机遇 副标题 那就是说这次新冠的病毒 如何使中国能够成为 全球领导的 地位或者领导权 有这可能吗 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这句话要该从何说起呢 CNBC这篇报道 它说是引述的一位 专家学者的话 那么这位专家学者呢 他是在英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一位副教授 金克宇金教授 他的谈话 这金克宇教授 他是怎么说的呢 金克宇说 他认为现在中国 中国正在全世界 把握这个建立信任的 一个世纪机遇 他说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 中国过去很难得碰到 能够获得这么一个信任 因此他认为中国 不会浪费这么一个机会 您认为真的有这样的可能 或机会吗 那当然这也不是 金克宇个别的影响 我随便再举一篇文章 也就在这个月初 四月初 华尔街日报 也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题目也很有意思 中国正在利用一个一个口罩 争取成为世界领导者 在这篇文章里面 讲得很清楚 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 控制了疫情 而且逐步走向 这个福建的一个道路 所以行有余力 中国现在正在对全世界 提供各种救援物资 那么这就让中国 就是迅速可以填补了 一个越来越封闭的 越来越封闭的美国 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控出来的一个空缺 对 华尔街日报 确实说的Mask by Mask 靠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口罩 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在向世界各地 提供这个医疗救援物资 但这和世界领导地位 有任何的关系吗 好的 如果你觉得 这还是一个个别人 个别报纸或者个别教授 所提到的观点的话 那么我接下来 要提到的一位人物 他的分量就不同了 这位人物是谁 他有类似的观点吗 美国的前国务卿 也就是大战略家基辛格 基辛格也在华尔街日报 也在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就是 新冠病毒大流行 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对 World Order 世界秩序 对基辛格所讲的 似乎跟您所谓的 G2权力格局是有关 或者和所谓的 全球领导地位有关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或评论一下 基辛格这篇文章的逻辑 基辛格呢 我们都知道他已经90多岁的高龄了 所以很少写文章 那么所以他现在偶尔写一篇文章 那基本上就代表这篇文章分量非常重要 那么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 或者评论基辛格这篇文章 第一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那么第二他写给谁看的 第三这篇文章最主要的内容跟建议是什么 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 首先第一个基辛格写这篇文章 为什么要这样写 他初心是什么 我认为基辛格呢 我们都知道他是改变中国国运 改变美国国运的一位大战略家 所以他当然有这么一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觉得他呢实际上是一种担心 或者实际上是不愿见到 有一种形式发生 担心什么不愿见到什么 担心美国所领导的 美国的模式或者西方的价值 会因为这次疫情的巨大的冲击 而导致世界秩序为之松动 为之改变 所以他想要提出的是一些警告和建议 所以应该他写这篇文章 是写给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 美国人民 当然主要是写给美国政府 尤其是川普总统干的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先重要谈 他这篇文章到底有些什么 最主要的一些观点 确实他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核心 和建议究竟是什么呢 他这个文章里面其中提了 一个呼吁 一个建议 所谓的呼吁 他就希望大国们能够放下争议 他说你们现在去争议 过去发生的事情 对于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会变得更困难 所以要求大国之间 特别中美之间不要再吵来吵去 那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建议当然就是刚才讲的 中美之间必须要好好的放下心结 好好的携手合作 来共同对抗 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 新冠病毒 所以听上去这个基辛格的建议和您 您的建议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因为在几周前您就可以提到 大国之间应该放下期间 应该一起联手合作抗议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中美两国元首在不久前 也进行了多场的电话峰会 一点没错 这就是我所谓的 过去瘾而不显的击凸 格局终于浮现出来的意思 那你如何解读 基辛格这篇文章当中的 呼吁和建议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基辛格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背景 这个大背景很简单 第一 那就是 现在整个疫情的发展 在全球已经变成一个 全球大灾难了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 其中的重灾区还是在欧洲跟美国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经过了几个月努力以后 基本上已经把自己国内的疫情 基本控制住了 而且现在行有余力 向全世界的众多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了 你提到这三个地区 全球 欧美 包括中国 确实现在趋势是如此 也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少早前中美两国元首 举行了多场的电话峰会 不仅是中美的元首峰会 而且还有G20峰会 可是G20峰会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我不认为它能够产生什么 太大的预期效果 现在果然看完了 确实是如此 比较多的是空话 而缺乏具体的行动 那中美两国之间元首的峰会 有没有不同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 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之前 的一个中美之间的形式 我们注意到 当中国在今年的1月 2月 3月 在努力地进行各种防疫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由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他们那个态度 基本上先是隔岸关火 然后是冷嘲热讽 然后是恶意的污蔑 甚至于对中国给予落井下石 所有这些动作 看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 基本上大家心里面 都是感触非常多的 确实看在中国人眼里 是百味杂成 印象深刻 没错 但是也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还是为了顾全全球的大局 共同抗疫 还是不计前嫌 不计刚才我所提到的美国 或者西方国家 对中国过去所采取一些 那些让中国觉得 实在很难受的事情 中国还是呼吁美国跟中国合起来 带领全世界各国 一起来共同抗疫 同时中国也确实在实际行动上 对美国的重灾区 与纽约提供了大量的 有关的物资的援助 正所谓的风水轮流转 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局势 立刻出现巨大的变化 欧美现在变成了 这场疫情的重灾区 这当然主要还是怪 美国自己过于自大狂妄 过于霸道的一个结果 我们先不去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基本上要谈 当中国不计前嫌 给美国提供了 各方面的一种援助 但是美国似乎 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对 当时你说这个中国 刻意给美国一个下台阶 但似乎到现在为止 美国没有积极回应 愿意和中国真的来一场 非常实际的联手抗议 对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国除了高层的官员 包括美国总统 勉勉强强的 勉威其兰的改口 把武汉肺炎改成 所谓的新冠病毒之外 其他在行动方面 在言行方面 基本上都还是一人就惯 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 比较敌视跟恶意的态度 让人有一种感觉 好像是中国在讨好美国 希望求美国一起合作 这样的意思 而这个感觉呢 相信一般人都看得很清楚 对 不但一般人都看到了 我相信基辛格也看到了 所以你认为基辛格 才为此写出了这篇文章 对 大家都看到了 基辛格也看到了 但是我相信 基辛格写这篇文章 是不但看到的 而且他预见到了 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相信他预见到了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对美国未必很好 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 美国不但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而且有可能会因为 因此而把世界领导权的地位 拱手让出而让给了中国 但是你认为 基辛格这苦口婆心的建议忠告 美国当局会否接受 以目前美国当局那种傲慢的心态 或者川普总统那种自大的心态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不过我们先不去谈它 我今天要谈的重点 是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极有可能让中国改变 目前正在对国际间 所采取的一种抗疫的行动 的心态或政策 您认为中国目前的 这抗疫的政策和态度是什么 用中国两句老话来讲 中国目前首先第一步 先把自己搞好 先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 这叫做独善其身 但是在独善其身之后 中国如果还有心有余力 那么就去帮助别人 这叫奸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这个是出自孟子 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古训 是中国人做人的这个哲学 但不得志的时候呢 独善其身 得志的时候要奸善天下 对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过去这几个月 中国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新冠病毒突如其来 对中国来讲 对全世界来讲 都是一个偷袭 所以中国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也许也犯了一点错误 这是偷袭战 但是中国马上就把心定下来 马上就调整政策 马上就开始重新部署 这就进入到政绩战了 也就开始封城跟封路了 接下来中国就开始 马上采取必要的行动 包括火神山 雷神山 或者各种口罩什么等等 都出来了 这个就是从政绩战 达到了反击战了 突袭战 政绩战 反击战 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歼灭战 对 歼灭战的时候 现在中国就少荡残余嘛 除恶无尽 这就是最后一个歼灭战 到这个时候如果完成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独善其身了 所以行有余力 现在开始向国际之间 提供各样的医疗援助物资 进一步奸善天下 但实现您刚才提到 这样的一个政策或态度 或许有所改变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的下一步 又会是做些什么呢 视频大在京 我们广告之后再会 欢迎回来进入齐平天下 中国对抗新冠疫情初步有成 目前似乎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 在独善其身之后 中国开始奸善天下 向世界许多的国家提供援助 但实现刚才提到这样的政策 不无出现变化的可能 怎么一回事 我们请实现为我们解说一下 好的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刚刚谈到中美合作抗疫 那么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说美国在一开始 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的采取很多 让中国没办法接受的一些言行 比方说格案关华 落井下石了 恶意的批评等等 那中国不计前嫌 中国还是为了全球抗疫大局 给美国一个下台阶 呼吁美国跟中国能够合作 联合世界各国一起来合作 而且中国也实际上采取了很多行动 不但对美国 纽约 对很多全世界各国提供各种 利能所及的援助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反应 似乎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太积极 甚至好像还有点不太领情的感觉 实现你怎么看待美国这种 不太积极 不太领情的反应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美国对于中国所提出来各种呼吁 美国根本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 反而除了把那个什么武汉这个病毒 改称这个新冠病毒 稍微表达一点善意其他 包括在经济上继续地对中国 采取恶意的一个制裁 军事上不断在西太平洋 对中国施压 那么甚至于在国际间 还是主导 还是怂恿国际间 继续对中国口家打罚恶家批评等等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觉得中国有可能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对整个形势做一个重新的评估 比如说中国也许会评估 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有什么效果呢 如果你大家都不愿意合作 包括你美国都不愿意合作 那么这个必须要全世界共同合作 才能有成功的 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但现在这个效果不好嘛 再说中国会越来越发现到 我做的一切努力 我在全世界的情况 都被你们所采取的各种的 不良善的一种行动 还刻意地给我丑化 刻意地给我妖魔化 这个让中国来讲 觉得有点 觉得不应该这么再继续做下去了 中国可能会觉得自己 辛辛苦苦所为何来 再说如果光凭自己一国之力 也很难在全球范围内 有一些真的看到一些效果或成效 所以这就是您认为 中国可能会改变过去 这个抗疫的态度 或政策的主要原因 对 这个说改变也可以 说调整也可以 我是认为中国刚才我们讲的 一方面是独善其身 二方面是奸善天下 我认为今后可能奸善天下的步伐 速度可能会放缓一点 而不是不做 那么也就是以独善其身为主 以奸善天下为辅 看情况来做 中国之所以做这样一个调整 倒也不完全是因为 刚才我们讲的那种 那种富气的神父好像有点 我这么做怎么样等等 有点是不好的感觉 而实际上是看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让中国来进行 这个很重大的一个调整 而这个趋势也就是 您刚刚提到基辛格 看到了这场疫情的大流行 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这方面中国也看到了 没错 我相信不但是 刚才我们讲的戈壁教授 像金克宇看到了 美国的一些媒体看到了 基辛格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那中国的政府不会不看到 当然也看到这样一个大趋势 但是看到了又如何呢 好 如果认为这场大 这个病毒大流行 有可能会改变 或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当然必须要把握住这个 把握住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使到这个趋势的发展 对中国有利 当然对中国有利 肯定也是对全球有利的 世界秩序究竟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改变 又会如何改变 行 世界秩序呢 就我理解来讲 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全球权力格局 就是全球权力 第二个 权力的规则 就是怎么运作 第三个 公共产品 这三个部分中有任何一个部分 如果出了问题 这个全球秩序 世界秩序就会松动 如果这三个都出了问题 那么秩序就会完全地彻底改变 好 那时间能不能从 以近代为例 这三个部分内容究竟有哪些 好的 那么我们看近代 我们可以看到 就全球权力格局来讲 毋运从二战之后 到目前为止 将近100年的时间 基本上全世界 有的时候是一超多强 有的时候干脆就是 美国一个国家独霸 这个美国一个国家独霸 这个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 这已经有几十年基础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 美国所采取的一个政策 是一个霸权主义 也就是所谓的美债霸权 美元霸权 美军霸权 它是靠这个霸权建立 它的一个世界领导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世界上对美国 如果美国看得有点不舒服的 立我者亡 如果美国看得很好 喜欢顺我者仓 这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秩序 当然在这过程中 美国也提供了一些 所谓的公共产品 就让大家觉得 美国的政府运作的方式 自己还是很有效的 你们可以参考 当然美国在某些时候 也对世界上提供了一些 所谓的国际援助之类 就有公共产品 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自二战以来 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您认为为什么它出现了改变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远英跟金英 两个角度来看 从远英角度来看 我刚提到 美国作为领导者 是建立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之上 要不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 也曾经提供了一些 大家觉得还不错的公共产品之外 全世界早就对它不服了 这不要说在西方 不要说世界各国 连西方阵营里面 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所以美国的霸权基础 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是那么巩固的 这是原因 那么再看静音 静音就好像这是新冠病毒 全世界遭遇到这么大灾难 美国灾难也很严重 但是美国的言行 我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自私狂妄霸道 是吧 那么不但对它自己国家 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全世界各国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这就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形式 美国最近的这个表现 是国际之间自有公平 但基辛格相信也看得很清楚 但他为什么会认为 美国也许会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 由中国取而代之 对 那中国正好是一个对照组 是吧 我刚刚讲过 中国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是偷袭的 所以中国防不胜防 那么来了以后 也犯了一些错误 中国也承认 但是马上就调整政策 方向很正确 这个政策很明快 行动很迅速 也就是马上就把中国 自己本身的问题 基本上就把它搞定了 对吧 这就开始打阵地战了 那么接下来 中国就开始打前面战 这么一路剩下来 基本上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而就在这个独善其身 告一段落之后 中国行有余力 已经开始对全世界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这也是大家所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这个基辛格也看到了 同样的一个观点 也有同样的感触 所以才会认为 世界秩序可能会有 所以我再补充一句 好吧 我看到还有一位 意大利的学者专家 也提出来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领导地位 好像自己放弃了 欧洲也不存在了 过去几十年来 西方第一次失去的方向 而就在这个空白之下 中国把它填补 成了一个榜样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专家都认为 秩序可能将会永远改变 那对于中国而言 这就是世纪机遇了 但是中国是否能够 抓得住这样的一个机遇 刚好回来精彩 继续为您分析 欢迎回来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现在世界上似乎出现了一个 全球领导者的权力真空 那对此 对这样的一个世纪机遇 时间您认为 中国能否抓得住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了 季晴依也看到了 金教授 金克宇教授 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是吧 所以既然看到了 我同意金教授 中国不会浪费这个机遇的 中国一定会好好地把握住这个机遇 那么关键是中国靠什么 中国有能力去把握这么一个世纪机遇吗 我认为取决于三个形式或条件 哪三个形式或条件 好 咱们先来第一个 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中国必须要持续完善 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跟能力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条 其实在中共十九大里面 就列为一个重要的推动的工作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 中国也持续不断在完善自己的 国家治理体系跟能力 已经完善了 越来越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永远没止境 只有在持续继续地完善下去 才能够化解来自于世界各国 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不管是好意的还是善意的 对中国的批评或诋毁 才能够把这些降到最低 甚至于可能让全世界很多国家 注意到中国有一些优点 值得让他们去参考跟学习模仿 确实我们看到在应对这一次疫情 有一些做法 中国一开始的做法 让受到很多其他国家的质疑 或者是批评 但是随着疫情的深化 还有蔓延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 都开始采取同样的措施 对 我相信你所指的就是 很多人一开始批评的 什么封城封路或者方舱医院 到最后通通学了包括口罩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能够给别的国家学习的 绝对不只是这一点点而已 只是因为过去太多的成见跟偏见 让西方国家 没办法看到一些中国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中国 必须要在这边继续完善 这一点最非常重要 必须要独善其身 我指的是意思 更多的完善 才能够让中国有真正的 足够的底气跟条件 成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条件呢 我们就说 中国在独善其身之后 就要奸善天下了 所谓奸善天下就是要对世界上提供各种各类的公共产品 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国已经开始做了 比方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很好的概念 这一次呢 终于让大家体验到了 的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还有一带一路 还有亚头黄的倡议 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在继续的地方做更多努力 比如我们上个星期就做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我认为现在是中国号召成立一个全球合作大联盟的时候了 这也是一种公共产品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好 第三个我们刚刚指出来 美国今天之所以不得人心 逐渐的会大家怀疑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条件 主要因为它的霸权规则 霸权规则实在太糟糕了 所以当大家扬弃了美国的霸权规则之后 那么接下来谁来填补这个规则 我觉得这条很重要 你有哪些具体想法或建议吗 好 我认为现成的就有了 中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没有多久 1955年的时候 当时中央南总理就到印尼参加万龙会议 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和平发展的五个原则 只是当时因为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 所以中国提出这么好的一个建议 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而我认为中国现在是可以再度地提出 这个和平五个原则的 请申阳把它介绍一下 对 在和平共处五个五项原则 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 好 我们仔细看看这五项原则 就可以注意到 这个是王道的精神 而我们现在看了很熟悉的美国的 是叫霸道的精神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规则 人类的有些规则 就必须要以王道来取代霸道 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 能够给世界提供来最宝贵的 一个人类的一个资产 进入今天的评说新语 欢迎回来 评说新语时间 今天谈什么 今天我们要谈两个知名的人物 一位是汤恩比 一位是李光耀 观众朋友一听这两个人名字 大概都会说 一个是学历史的 一个是政治家 同时一个是20世纪 一个是从20世纪贯穿到21世纪的 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人 摆在一块来讨论呢 那很有意思了 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位知名人 摆在一起相提并论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题目 接下来最后一个题目 是他们两位共同关心的 但是却有一种 似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一个见解 好 那我们先谈汤恩比 好 汤恩比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 也谈过他 他曾经写过12车的 历史研究的巨著 但是他晚年的时候呢 他很关心的是人类的前途 特别是21世纪人类的未来 那么他是1975年去世的 去世之前呢 经常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 跟他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日本的一位社会学家 社会工作者 池田大作先生呢 书信往来 那个时候没有像些什么电邮 那么方便 一封信去 一封信回来 相后怎么就一个月过去了 共同讨论什么事情 人类未来 究竟怎么样 下世纪谁才能够领导这个世界 那么他最后提出来一个想法呢 是池田大作感到意外的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在1970年代呢 战后呢 经济快速成长 到1980年代就所谓的 日本第一了 几乎快要赶上或超越美国了 所以池田大作想 应该是日本吧 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这个汤安比跟他说 不是的 绝对不是西方国家 也不是一个西方化的国家 那谁呢 中国 那么汤安比接着就提出他的理由 他认为在人类的未来 就必须要靠两个东西 一个是儒家文化 中国的 一个是大乘佛教 是来自于印度 而在中国方向光大的 他说只有这两个融合起来 才能够对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世界主义 包含了天下主义 包含了合理主义 包含了人道主义 这些都是20世纪一直很缺乏的 一直到21世纪 必须要成为全世界的 一个共同的价值 所以他认为21世纪 统治世界的一定是中国 这是他的一个判断 那同样是华人的李光尤怎么看 李光尤作为一非常知名的政治学者 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他在晚年的时候 他是2015年去世的 晚年的时候 2013年出版的他最后一本著作 就是李光尤观天下 里面的第一章就是谈到中国 那么谈世界各国 话说天下大事嘛 世界大会谈到中国的时候 他当然也会谈到中国的 目前的形势 当时的形势 以及中国的未来 那么也有人就问到他 那么中国现在就在快速崛起了 中国现在GDP已经变成全球的第二了 也许再过个十年或十五年 中国的GDP有可能超过美国 但这是GDP而已 中国有可能在其他方方面面 都开始追上美国 超越美国 中国有这个想法 要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吗 李光尤听了以后 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Why not 为什么不 视频大在今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